Odia Jungle 字幕自然也不例外 据说东汉末年的张仲景 因官场黑暗辞关回乡 返乡至时正值隆冬季节 许多无家可归的百姓 面黄鸡兽衣不遮体 不少人甚至连耳朵都冻烂了 心里非常难受 便让其弟子在南洋东关搭起衣棚 支起大锅 在冬至到除夕期间 舍驱寒娇耳汤 一致冻疮 人们吃了娇耳 喝了驱寒汤 浑身暖和两耳发热 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 后人便学着张仲景焦耳的样子 做成食物在过年时食用 称之为饺子 至今南洋一带 仍有过年不端饺子碗 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当然 这只是个传说 靠谱一点的记载 当从史书中区翻 三国卫人张一所驻广亚中 一有形竹月牙称为 混沌的食品 和现在的饺子形状基本类似 到南北朝时 混沌形如眼月 天下通食 据推特 那时的饺子煮熟以后 不是捞出来单独吃 而是和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 所以当时的人们把饺子叫混沌 这种吃法到现在仍然流行 如河南 陕西等地的人吃饺子 要在汤里放些香菜 葱花 虾皮 韭菜等小料 大约到了唐代 饺子 已经变得和现在的饺子 一模一样 而且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独吃 这个时期 饺子 以形状直接命名为饺子或水绝 只有元代短暂的称之为 便是 明代以后普遍生饺子 因为饺子饺子 与饺子协音 于是饺子便被附加上了更替饺饺子 就年于新年的时间 在除夕叶子时发生交替的含义 成为人们在除夕叶 这个特殊时刻食用的特色食品 当然 饺子成为北方除夕霸主的另一大原因 也许还在于饺子的外形 北方人能将饺子捏合得有款有形 使其酷似骨蛋作为硬通货的元宝 一盆盆端上桌象征着新年发大财 元宝滚进来 吃饺子也就带上了招财进宝 与更替饺子的双重含义 到了清朝之时 除夕叶吃饺子 以颇为盛行 有听史料记载 元丹子时 圣传同理 如实贬时 明觉子 取习更遂骄子之意 又在 每年初一 无论贫富会见 皆以白面做饺食之 为之主波波 举国皆然 无不同也 富贵之家 按一金银小客藏之波波中 以补顺利 家人时的者 则中最大吉 慈禧太后 每逢除夕 都会带着女眷做饺子 这种盛行 连皇宫都不例外 慈禧太后 都把三十网上包饺子 当成不可省略的礼仪 据神料记载 当除夕之夜 十二点的钟声将过时 御膳房就将 事先预备好的各种素菜 排好在长岸上 慈禧太后命皇后 格格等人 旗帜殿上 吸动手做素线煮饺子 于是切的切 做的 大殿上热闹非凡 一片叮当乱响 切做好素菜 交太后免钱 由皇后 妃子 大公主等人 拌馅 口味的咸淡 则由慈禧太后决定 包起饺子后 太后命众人退回更衣 重新梳头打扮 一会回殿上 等外边传信说 皇上给太后贺岁时 众人躲平风后 等皇上来殿上 向太后叩头币 太后会说一句吉利的话 然后命光续皇币 在殿上吃素饺 皇后和锦妃 则站在桌旁次后 等皇上束口敬手后 龙与皇后领妃 自己群宫女 会给皇上行礼赫免 群太监也口称 欣喜给万岁叩头 皇上受礼 必才退出 令去别处 接受群臣赫礼 如今 吃饺子 虽不像古代那般 讲究正是此时 心就交替之时 但喜庆仍在 如鲁迅所说 旧历的年底 毕竟最像年底 人们把积攒了一年的快乐 和盘托出 分年回家吃顿团年饺子 确实是件不易乐乎的事